点围 在我们的印象中 点围似乎一直都是所有打野中最弱的存在 翻翻升绿榜就能看到 这个赛季 点围已经彻底变成了版本气质 甚至连那家国府点围都没人去玩 他们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一旦选了就很容易被演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虽然点围现在弱 他在以前可是当之无愧的版本T0 那么这期视频 侦探就来带大家一起回到S3赛季 看一看以前的点围 到底有多强 在2016年6月 当时的王者非常不成熟 经常会有一些逆天的装备效果 比如说这件反甲 当时的反甲只要1470金币 就能提供接近500点护甲 还能反弹所有伤害 而点围因为有大招 反甲的反伤是可以疯狂触发真伤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 出反甲的点围那就是无敌的 跟刺猬一样 你打他1000伤害 他能给你反弹5000回去 而且当时点围最流行的还是全肉装 射手法师刺客戒了 那都要里让三分 但当时策划一看 哎不行 这点围出了反甲 怕是要上天啊 于是连夜削弱反甲 不仅涨价了 还只能反弹物理伤害 这下子 没了宝贝反甲 点围从此一蹶不振 成了纯纯的铁废物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有天策划睡觉的时候 半夜一张眼睛 突然看到一位戴面具的大汉 手拿着把大斧子 直挺挺的站在窗前 于是2018年5月15日 点围的二技能 直接获得了50%的吸血 量变引起质变 他于而起成为了 S12赛季的最强上单 当然就这个强度 也完全比不了 现在的专进项羽 但是那个赛季 还没有那么多 花里胡哨的英雄 所以当时的点围 凭借着超标的数值 和宗师无尽的暴击打法 在职业联赛上 也能大放一彩 可当时的策划 是特别讨厌 数值怪这种东西的 加强英雄 也不是为了卖皮肤 而是为了让游戏平衡 所以梦醒了 仅仅过了一个赛季 王者就对点围 全防卫砍了个遍 把他给直接打回了原形 再一转眼 已是2023年了 现在的强体 越改越厚 现在的反甲 越改越弱 属于点围的时代 早已经过去了 像以前那样增强数值 恐怕已经没有用了 在我看来 点围需要的 可能是一次彻底的重做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认为 该怎么加强点围 才能让这位老牌英雄 重振威风呢 最后 我是侦探 期待你的关注